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小姐 小姐姐 徐老板在吗 小姐姐姐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法国领事皮亚先生 这位是全上海最当红的头牌柳橘池小姐 小女子见过皮亚先生 认识小姐非常若是 愿为柳橘池小姐孙老 是我的任务 是我的任务 皮亚先生 你真是过奖了 我想皮亚先生对各国的美女都见多了 像我这样子 像我这样的烟花女子 又怎能入得了皮亚先生的眼呢 哦 柳小姐 哦 柳小姐 不一样 不一样 柳小姐身上有一种 独特的东方女性美 我敬柳小姐一杯 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 一起 柳小姐 能闪光跳个舞吗 好 好 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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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了 一斤百米 一毛二 快点 钱丢了 可能是掉在路上了 要不这样 我先把你拿回去 一会再把钱给你送过来 那可不行 这要让老板知道了 我的饭碗可就砸了 我看你啊 还是先把钱找回来再说吧 快走吧 好 怎么样 爹 看看 摘了这么多呢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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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那不是昨天帮了咱们的那位大哥吗 就是他 就是他 你看 他烧得够厉害的 大哥 你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的家 你啊 烧得厉害 晕倒在路上 被我和小宝看见就把你背回来了 来 你要是能坐起来 就先喝完米汤吧 大哥 来 我扶你起来 多谢大叔出手相助 不用谢我们 昨天你救了我们一回 今天轮到我们救你了 应该的 快趁热喝吧 喝完了以后 再躺下 休息休息 等烧退了就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葛宝 我叫葛宝 他是我爹 葛深 以后你叫我们山宝就行了 好 葛大叔 小宝 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马永珍 从山东来的 那我以后就叫你马大哥了 好啊 马兄弟啊 我看你仪表堂堂的 又是个热心肠的人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我出到上海 刚下火车 就被人家骗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想去找份工作 但又没人担保 人人都说 上海是个天堂 可真到了这里 看到的 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上海是个天堂没错 但却是有钱人的天堂 对于咱们这些穷苦人来说 那真是跟地狱没什么区别 马兄弟 实话跟我说 要想在上海滩立足 没有帮派的背景 那是不行的 不说别的 就连最起码的工作 都找不到 葛大叔 你认识这个人吗 你认识他 有过一面之缘 我在山东的时候 他去过我的马场 他在上海滩 可是个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这么厉害 他不是开投资公司的老板吗 这什么投资公司 他是黑帮的老大 上海滩有两家势力最大的帮派 一个是五湖帮 老大叫薛长春 另一个就是白甲 他就是老大 马兄弟 莫不是想去投靠他 我要是想去投靠他 早就跟他来上海了 从小子又惯了 现在更是受不得别人管 马兄弟 这房子是破了点 人又多 先将就着住 葛大叔 你能帮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我已经很感激了 小董了 葛大叔 你朋友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马永珍 他叫董 叫小董就行了 小董在这住了好几年 也算是老住户了 以后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直接找他就好了 别看我没什么本事 但绝对是个热心肠 马兄弟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说话 大家既然都住在这里 就和一家人一样 好 那就有劳小董了 你们先聊着 我今天还有个大买卖 可不能耽误了 去吧 爹 我也出去找吃的去了 好 小董 去吧 小心点 千万不用闯祸 放心 马大哥 等我晚上回来 给你带好吃的 好 马兄弟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回去再躺一会儿 董大哥 我已经没事了 小宝都知道自己出去讨生活 我怎么好意思在这里闲待着呢 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 你休息 你休息 不休息 快来吧 快来 快来吧 小痛快 快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救命 救死你 腻都快断了 兄弟 你好 腻都快断了 我扶你 Brent 我帮你看看 别痛 别碰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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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不说 还我钱 他给我钱都花光了 我没钱了 真的没钱了 钱花光了 跟我去警察局 走 喂 别睡了 吵什么 我已经把人抓回来了 怎么又是你 你英魂不散 是不是 不是让你离开上海了吗 凭什么你让我离开 我就离开 这人是谁 这是小偷 他偷了我的钱 我给你抓回来了 大爷 饶命 老总 我这是投意回 我再也不敢了 我敢 我同意做人 老总 你再说一遍 老总 我再也不敢了 我敢 我同意做人 好 知错能改就好 行了 走吧 什么 你为什么放他走 我说这是警察局 你们在这折腾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他偷了我的钱 还偷了别人东西 应该让他坐牢 坐牢 你以为牢房是你们家开的 想坐就坐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那犯了法不坐牢 就是人人都要犯法 人人都犯法 那也是人人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了 他骗了你的钱 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我拿的钱都花完了 我真没钱了 真没钱了 要不我早还了 你把钱全花光了 对 真的没了 一分钱都没了 听见了吗 他把钱全花光了 花光了 拿什么还你 这我怎么知道 你是群补 你来裁决 好 那我就来裁决 他把钱都花光了 也没法还给你 我们这儿呢 也没地方给他坐牢 这样吧 你要是实在不解气呢 你就把他拉出去 揍他一顿 什么 不不不 老总 是不得 是不得 这个人全都太硬 他要是打我的话 会闹出人命的 这你不用怕 他要真把你打死了 那我们能不管吗 我们肯定把他抓起来 不不不 老总 老总 你不能见死不救 行 别在这儿闹了 出去 老总 好 老总 你听我说 我看 老总 我宁愿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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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哪儿走 快 你 你 你想怎么样 你 你 徐姆不是说让我跟你私了吗 那咱们就私了 兄弟 不 大哥 你怎么私了 很简单 一 还钱 二 一 大哥 你这肯都太硬我身子薄 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要了你的命 也算是为民处害 做了件好事 大哥 你听我说 你要了我的命 对你也没这么好处 我要不这么长 钱的我以后慢慢还 我 我替你找工作 你这个人满嘴花言乔语 谁还敢相信 大哥 我真的替你找工作 我真的替你找工作 真的替你找工作 当真 当真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你带路 走 走 大哥 这我常来 人都熟 大哥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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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这些小工 一个月工小费 就挣不少 走 游怪 今儿手机怎么样 今天不是来玩牌的 大哥朋友来见刀也 你这脸 不是 撞的 撞的 来来来来 嘿嘿嘿 两位大哥 而且刀也 刀也 刀也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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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谁呢 感觉是油棍儿啊 嘿嘿 还没死呢 去 刀也 瞧您说的 我不敢死啊 我要是死了 谁给您跑前跑后 当跑腿的呢 帮我放肩子 废话 有票就放 好好好 放 我那我这有个兄弟 他叫叫叫叫 马永贞 对对对 我这马兄弟啊 刚到上海 没没什么事 看 想烦刀也 给找个差事 想干什么呀 什么都行 我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是我有力气 不怕苦 也不怕累 好啊 我这儿 倒是有几辆黄包车闲着呢 老黄包车 可以啊 不过啊 车足分两种 一种 是帮会的自家兄弟 每天五毛 另外一种 每天三块 超这么多 加入了帮会 自然就要为帮会做事 所以就便宜多了 大好的事 你得赶紧加入帮会 你就不会吃亏了 半三块好了 好啊 我也不勉强 好啊 大叔 是刀爷叫我来的 嗯 摆这个车上 跟我来 就这张车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 买包了 卖包了啊 买包了啊 买包了啊 买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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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包了看包了 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了 给我来一份 啊 谢谢先生啊 前面就行了 啊 好 找你钱 买包了 买包了 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了 看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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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去不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得还真行啊 十三分钟就到了 等这车费 谢谢啊 您慢走啊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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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下 水 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怪我 什么吃的都没弄来 你先喝点水吧 哎呀 这怎么能怪你呢 小包啊 要怪啊 就怪这个乱世 要怪就怪咱们全都偷错了太阳 先凑凑吃点吧 别看就这么一小块 肯定时候了 包啊 给你你就拿着吧 记着以后支援土豹就行了 就这么一小块饼 哪至于啊 先填毛肚子再说吧 拿着吧 拿着 爹 咱俩一人一半 你吃大的 包啊 爹知道你在外面跑了一天了 能有你这份孝心 爹就知足了 知足又不能当饭吃 您要是饿坏了 以后谁管我快吃吧 快吃吧 爹 爹 你吃啊 不用挺了 今天大家都有的吃 来 都有的吃 马大哥 来 马大哥 来 来 这么多馒头 来 这么多馒头 拿着 来 一个 拿着 没想到 马兄弟这么有本事啊 才出去一天就拿回两大把馒头 以后就要用真就行了 趁热吃 快吃啊 那我就不过日了 客气什么 住在这里的都是一家人 这是你说的 马兄弟啊 你第一天拉黄包车就做了这么多生意 真是要恭喜你啊 就是仗着我腿脚利索 比别人多跑点路 太好了 马大哥 以后你赚钱了 我们也可以沾沾光 蹭着热馒头吃 这个你放心 以后你要吃馒头啊 我管饱 多吃一点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小白 是真的是小白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赶紧滚 还看 看什么看 快滚 臭拉车的 赶紧走 听见没有 快滚 小白 小白 小白你怎么会在这 小白 我以为会再看不到你了 你怎么会在这 白老板 有日子不见了 八兄弟 进来可好 白老板 小白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我拿钱买来的 而且还是花了大价钱 难道小白 不是你卖给别人的吗 我怎么可能会把小白卖掉 是有人放火 烧了我的马场 我还以为小白 那就是了 当天我请你割爱 你死活不肯让给我 后来我在济南看到小白 听马犯说 他是出高价收购来的 我当时还奇怪呢 你既然不肯让给我 又怎么可能卖给一个马犯呢 对了吗 对了吗 兄弟 你可知道是谁放火烧了你的马场 要是让我知道谁干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真是可惜 那么好的马场 一把火就被烧了 我记得 那次我在你马场 是你帮我把那个山东豹 一伙人打退的 会不会是他怀恨在心 下次毒手呢 山东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我量他 也没这个胆量 反正山东豹已经死了 就算是他干的 也死不对证了 死了 怎么死的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听江湖传闻而已 不一定就是真的 既然你已经来到上海 倒不如跟在我身边帮我办事吧 谢谢白老板的美意 我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 什么工作 拉黄包车 马兄弟 你都肯去拉黄包车 为什么不愿跟着我干事呢 难道我白某人 就这么让你看不起吗 白老板误会了 人格有志 要是哪天我改变主意 我一定会来找您 好 我等着这一天 对了白老板 您花了多少钱 把小白买下来的 我给您钱 您把小白还给我吧 看来 你对这匹马还真有感情 如果 只是凭你我的交情 我完全可以一分钱不要 就把它还给你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我已经把它送给我的女儿 当生日礼物了 既然这样 那就请白老板和白小姐 能够善待她 深夜打扰 多有得罪 白老板 那我就告辞了 白兄弟 我 这是这个车 怎么会停在这里 这么名贵的轿车 当然是皮亚先生的了 是你 皮亚先生 上次白某因为有事 未能参加你的晚宴 深感抱歉 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就当做向您赔罪了 希望您能喜欢 白老板实在是客气 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们 谢谢 略表心意 只要皮亚先生喜欢就好 是的 我们很喜欢 当然喜欢 皮亚先生 明天是我小女的生日 我在立都业总会设下了酒宴 还望您跟您的太太 到时候赏脸光临 好 我们一定去 谢谢 那我就不妨碍你们休息了 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告诉我 黄宝车 黄宝车 今天怎么了 那么多人 却看不到一辆车 听说都到里都那边去了 去干嘛 你不知道吗 白家老大白莱莉在里都设宴 为他那个宝贝女儿庆生 那些同行都跑到那去做生意了 过个生日而已 搞那么大排场 你过生日当然不用了 人家可是白莱莉的千金 听说白小姐今天还在舞会上 表演一出人马共舞呢 什么 人马共舞 这有钱人玩的花样就是多 那什么时候开始 差不多快开始了 喂喂喂 你要去哪啊 干嘛干嘛 我要回家 你去哪啊 我要回家 喂 他richt 1 TON flows 最意的 许老板到 石配 好好好 好 好 别来无恙 刘小姐 欢迎大家光临 白某荣幸之志 白老板这是哪里话 今天是侍侄女的生日 我这个当长辈的 如何能不来 白老板 这是我们老板送给白小姐的生日礼物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谢谢 刘老板太客气了 市长 市长夫人到 法国领事皮亚先生 市长来了 我失陪一会儿 随意 请编